為何有這麼多新機器? 大家都這麼忙 讓我偷偷地拿一部新出的A74 出去自肥一下 厲害 你用不著還手這麼快 拿一部新機器 不如我們馬上出去試吧 好… 但我只是試的 等等 我們來到香港動植物公園 為何我們好像在郊遊一樣 因為很久沒有去旅行 感覺已經去了旅行 其實我真的幾十年未來過 這裡有個地圖 對 不過我也是想買三文治 但它有分… 其實我沒有興奮的感覺 因為我一年都會帶小孩來幾次玩 你也知道臭小孩沒什麼地方可以去的 OK 好像… 這個小飾停 很重要 但它好像有點遠 你真的要走一會 好… 現在就試用新的3300萬像素Sensor 拍照 如果說話說 這部機器給了我一點驚喜 雖然它的像素比上一代高了 但在OISO時候的表現都不錯 另外我覺得最驚喜的就是 它有點像A7R系列 即畫質是很銳利的 可能配合現在的G Master鏡頭的關係 這部A74拍出來又如何呢 事後看看其實印象都很深刻的 因為這部機器有三千多萬像素 像素提升了 但雜訊又相對上沒有提升 可能是真是背照式師 無勢有幫助 以這部機器來說 其實它都有低通雷鏡 但解像力都算相當出色 至於色水方面來說 如果算陰天來拍公園環境 可能那些花花草草都算不錯 是翠綠的 人像的膚色來說 就是差不多 什麼螳螂布膳 黃雀在後 我們經常都是這樣的構造 看到HANA瘋狂地跑 就知道我們有玩 不是 是又辛苦HANA幫我們試對焦 他們的樣子很小 這部A74 現在聽說它的對焦速度 是拍得住A1 旗艦A1 好像很吸引 當然實際上用下去 是不是真的這樣 要問一下Brian 但它的連拍速度 都是10fps 跟上代A73 就一模一樣 我期望其實有少少進步 即11格或者10.5格都好 但它是沒有的 現在R6其實也有12fps 感覺上差一點 但它的Buffer又離奇高 Rawga JPEG可以很詳細 它就說聲聲可以去到800張 但當然要用CF Express Type-A才行 現在是火影跑 很精彩 還沒有Buffer嗎 都爆了 剛才試了 普通UHS-I的SD卡 大概10多張就會明顯慢了 現在我轉了 用UHS-II的SD卡 就會慢了的時間 都是差不多 但一張和一張之間會快 十多張之後都會慢 但它一直在寫入 不會停 兩張之間的慢間隔就會短了 即是說它只不過連發速度慢了 對 對 OK CF Express Type-A也是最好的 對 很搞笑 其實這些機器拍攝小路就對了 10fps 夠了 不用30fps 拍攝小路 那些運動 或者是踩路 那些都應該可以 你踩路 那些動作 可能真的要20fps 30fps 對 你凌空一下子最漂亮 對 你跑步這些 頭期 你不漂亮就叫你再跑過 對 對 對焦方面 它的對焦真的很快 尤其是我當日試的時候 配合它最新的7200G Master Mark II 但我的感覺就是連拍速度追不及對焦速度 你感覺上好像還是很粒 但如果你單張對焦的時候 你的感覺真的很快 我們那天叫Hana這樣跑法 弄得好像放飛自我 這樣跑到會不會影響形象 又要導演走出來道歉 剛剛就要用忍者跑就有點累 不過看到成品都覺得挺不錯的 會不會覺得 醜樣了 幾年就 呃 當然那麼漂亮 嘴嘴 嘴 AFC和AFS的分別大不大 對 以前AFS就玩過很多 對 好 試一試 AFS呢 其實它很快 不過由近對遠的感覺會相差一點 所以問題都在 但我感覺沒有之前很明顯 AFC的就很快 嘩 快到 嘩 碰一碰便到 對 由近到遠都是碰一碰便到 這個是雙摩打 四摩打 四摩打 對 加上機油 機油快 好 好 那些什麼動物 雀鳥的實時眼部對焦 好像A1 A7X3都有 這有什麼特別 其實這些功能 以前在A1上面 就是拍照才有 今次連拍片都有賣 即是你拍動物也好 拍雀鳥也好 今次你一路拍片 都可以檢查 對 對 有蝴蝶 有很多 快點 試試 它已經完全不怕人 你看 我把我這麼近 它都照 剛剛刺了手指 它都沒有試 對到的 但又沒有關閉 對 但如果蝴蝶後面有眼睛 它會對得好一點 那些假眼 下次試蝴蝶可以來 你試一下 為什麼是帶領了一個團隊 A1拍成怎樣 現在拍蝴蝶 我覺得這部機 對焦都很快 但是 它的動物對焦 就很明顯 對蝴蝶 即是昆蟲類 就沒有反應 我想它是要對 真的有五官 眼耳口鼻 那些動物 才有反應 那可能要看一下 如果大一點 那些鳥 或者猴子 就應該OK了 因為它本身另外有雀鳥的對焦 這兩類應該OK 但是蝴蝶 我相信它將來會有什麼昆蟲 另外一個類別 可以拍到很小顆的昆蟲 我開了這個雀鳥AF來拍紅殼 紅殼 其實是紅色 本身的雀鳥AF都很容易拍 但雀鳥無法拍到雀鳥 所以除了拍照 除了有動物的眼部偵測對焦之外 拍片也有動物的追蹤 我們那天也嘗試用這個功能拍片 還不是雀鳥 沒有的 只有普通A1 沒有的 還不是雀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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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殼是不是雀鳥 紅殼也是雀鳥 是雀鳥 那些地方 烏龜 猩猩猩都不太認得到 反而我們看到一隻貓正在走 然後Hana和牠在玩的時候 那隻貓又追得很好 牠有個規格 一看就很想試 是嗎 就是牠的4K60p 但這件事很難試 找Hana吧 又是我嗎 那不如找你拍吧 那你是否你做模特兒 先 我知道公司有幾位同事 對4K60p這件事 就非常之有興趣 但是後來聽到 原來是有Crop的時候 都是差一點 我個人覺得 都是 因為你用開整批鏡頭 都是Full Frame的鏡頭的時候 忽然間我只是 Z4K60p的時候 需要Crop 其實是有少少麻煩的 不過我覺得好過沒有 我覺得可以 剛才拍了一個唯美MV 那支鏡頭其實是很光 Hana說看上去也不像下雨 但其實今天也挺大雨 過了今天是轉涼 大家看影片的時候也挺冷 穿了衣服 剛才那支鏡頭1.4光圈 本來我不用 但它的面膜其實還不錯 等Bian看看它錄成怎樣 好 來吧 哈哈哈哈 這麼大 藝術而犧牲 小時候看過我的廣告 是甚麼C王牙膏 有一個牙蟲 來的 牙蟲村是哪裏 哈哈哈哈 你一會兒就扮那個 我幫你拍 救你吧 你夠快 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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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感想 沒有啊 我只是覺得剛剛一轉身 就看到那間科學人 快撞到我 嚇死我 他人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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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始終都是覺得我的力量震撼很多 雖然我們現在公司拍片 都是主要出於1080 但我們拍攝的流程都是4K多 現在這部A7-4 這裏 4K 就已經可以做到7K 超過程度 拍攝出來的影片 本身解像力又更鋒 對於我們質素的提升 都頗有幫助 當然賣點在4K 那裏 就是現在他拍到4K 60p 但大家都知道 這個4K 60p 是要 Crop到 Super 35 這個格式 有些雞辣的 其實就可能 你用這個格式 就可能要Crop 又或者是上一支APS-C的Y-Angle鏡頭 你才可以用到它闊 但反過來 可能拍長焦很有趣 但對我們來說 不是經常拍長焦 就可能要買多支鏡頭 平時拍攝我們都多數用Log 方便在背光位 打不到燈的地方 就容易做規定 這次我們又用這部機的S-Log 3 來試試 先看看 我也知道有很多拍片的攝影師 其實都很喜歡 可能是Sony X74這部機 那個動態範圍是有15級的 當然就要用它提供的S-Log 3 這個Log Polar 才可以錄到 但你反過來 在同級來說 就沒有什麼機 這部機是可以提到 用到這個級數的動態範圍 就算是Canon R3 這樣來計算 它都已經過了Canon-Log 2 就是給Canon-Log 3 給你 但這個Log 就用得盡 應該就沒有15級的動態範圍 那麼多 所以如果計算Dynamic Range A74這個15級是挺好用的 至於這個S-Log 3 暗位的雜訊 有沒有改善到呢 大家就可以看看 在拍攝影片 可以這樣反螢幕當然方便很多 拍照也比較好 拍照也比較好 EVF看下去有沒有看 如果你說比起A73 就真的太多了 因為它有三百多萬像素 雖然跟A1那些比較 當然還有差 但認真說 我覺得三百多萬像素或以上 其實都非常足夠 仔細度很足夠 而且顏色都準了很多 我想說一下它的機背屏幕 現在都比起A73好太多 我們公司也有一部A73 經常覺得它的VBALANCE 好像不準確 好像偏紅 另外就是拍照後 相片都好像爆了 但其實沒有爆 即是Dynamic Range很低 現在看上去正正常上 沒有東西爆 好像電腦在螢幕看著 好像電腦在螢幕看著 試一下 這部電腦我覺得市場定位是很適合的 它又不會撞到上面自己的電腦 但又真是很欺欺 是A73的升級版 你是完全感覺到 這部電腦是剛剛介乎於上下之間 所以我覺得它的定位是挺好的 不過它現在的定價 量慢鬆一點的話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 好像比A73好像貴了些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你知道全球晶片短缺 價錢高一點點都沒有辦法 整行都是這樣 有錢都未必買得到 另外另一方面 我覺得這部電腦 拍照也有三千萬像素 可能拍片也提升了 有4K60p 也挺適合我們 一間公司 有一班人或幾個攝影師 需要用同一部電腦 雖然市場上兩萬多元 這些價位的電腦 兩樣拍片拍照也有差不多的水平 總是側向一邊 有些拍片也有一點 有些拍片也有一點 我覺得這部算是比較平衡一點的 整體就很開心 因為它和DC Viva兩大主持 巴仁和謝菲同款 所以超棒 今天終於有機會做到CAMMAN 還要找到謝菲和巴仁做我的模特兒 那就不生難忘 真的不生難忘 還有最後就是 可不可以跟導演說 下次不要再外出 下雨暑停 拜 沒辦法 大家今天這麼慘 員工全部都收拾了 所以大家記得要給個讚 不要分享 訂閱頻道 拜拜